近来美方一再散布虚假信息 解乌克兰问题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 这种为了推卸自身责任而造谣的手法 十分虚伪卑劣 散布虚假信息掩盖不了美方自身的责任 反倒暴露了美方借危机余力的真实意图 美方应当诚实交代 美国声称推动北约东扩是为了维护和平 美国做到了吗 美国声称要防止欧洲发生战争 美国做到了吗 美国声称致力于危机的和平解决 除了提供军事援助 加大军力威慑之外 美国做了哪些有利于和平的事呢 中方始终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屈指 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我们欢迎一切有利于乌克兰问题 政治解决的外交努力 支持俄乌双方通过对话谈判 寻求照顾双方合理关切 有利于欧洲长治久安的政治解决之道 我们将继续为寻求和平 实现和平 发挥建设性作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